準時收看 古奇藝昂哲的投資朋友 千萬不要忘了 舉起你的手指頭點三下 第一下給老師按個讚 第二下分享給你身邊的投資朋友 第三下按下訂閱追蹤我的影音頻道 行情變化萬千 跟著我決勝彈指之間 歡迎收看古奇藝昂哲 我是專業期權分析師邱毅良 首先我們來看一下 今天台紫期的收盤表現 台紫今天以下跌31點來開出 最低點出現在早上的9點23分 來到19799 那麼最高點呢 出現在上午的10點30分 來到19978 整個震盪區間總共是179點 現貨的成交量則是來到了4739億 那麼老師今天下的標題是什麼呢 叫做金濤駭浪 各位投資朋友 為什麼今天老師下這麼一個標題呢 我們可以看到 昨天在灰打股價走軟的情況之下 科技股普遍拉回 美國費城半導體指數 下跌了將近2.5個百分點 那麼台紫也就延續昨天夜盤的走勢 今天是以下跌31點來開出 那麼各位投資朋友 昨天我們的指數啊 在盤中創了新高 但是呢 整個漲勢是集中在所謂的全資股 其實大多數的股票並沒有表現 那麼今天開盤之後 我們可以發現到 整個成交量還是偏低啊 表示市場的觀望氣氛 仍然是十分的濃厚 這時候呢這個市場上的主力 一不做二不休 乾脆就把籌碼全部都給倒出來 我們可以發現 在現貨開盤10分鐘之後 指數往下急殺了各位 這邊總共有150點的空間 就當大家都感到行情 恐怕要急速的下殺 今天恐怕會收藏黑的情況之下 結果短短20分鐘之內 又跟著入股開盤之後 一起往上出現反彈 而且呢在下半場啊 行情幾乎都沒有再下來過 所以整個震盪區間 今天雖然只有179點 但盤中的走勢可以說是驚濤駭浪 那麼各位 我們在看盤的當下 其實我們要思考一個問題 今天的行情為什麼會這麼震盪 這個盤為什麼要洗 其實原因很簡單 表示呢真正的高點還沒有出現 如果今天高點出現 何必還要再洗盤 所以透過今天盤中的震盪 幾乎是預告啊 真正的高點 恐怕還要在下個禮拜一或禮拜二 才會出現 那麼呢我們要怎麼樣在開盤的時候 來判斷整個盤式結構呢 這個時候有個簡單的方法 就是用老師的看盤口訣 問盤靠現貨公視看期貨 每天早上只要用短短這10個字 這個方法你就能夠比其他人更快速 更精準掌握今天的行情 我們就來看一下 在今天早上9點07分 大盤開盤短短的幾分鐘之內 老師會透過台子前5分鐘的成交量 還有大盤第一分鐘的成交量 還有期貨跟現貨之間的價差 加上老師操作的經驗 給會員朋友第一手的建議 我們看到今天台子前5分鐘 只成交了3525口 其實是非常小的量 過去的五日均量是4500多口 所以少了將近1000口 那麼呢在現貨的部分 同樣的今天一開盤也只有187億 是遠遠低於過去的五日均量230億 所以今天早上開盤 期貨跟現貨的成交量都是出現萎縮 波動力下滑 那麼早盤期現貨的漲幅相近 電子期表現相對疲軟 今天結構如果不變的話 行情容易陷入整理 那麼特別要觀察電子期的強弱 這個會決定盤面上的一個多空方向 那麼了解到今天的盤式架構之外呢 每天早上我們做當沖之前 都一定要知道一件事情 什麼事情 就是今天主力究竟是偏多還是偏空 那麼怎麼樣來知道主力開盤的時候 是做多還是放空 這時候可以透過老師的一個獨門指標 就是我的預估開盤價 今天的預估開盤價是19881 這是在每天早上台子期開盤之前 我們系統所計算出來的預估價 等到今天實際開盤的時候 我們把實際開盤價跟預估價來做比較 一秒鐘就能夠判斷主力的多空動向 我們來看一下早上的截圖 今天是3月14號 光束指標預估開盤價19881 實際的開盤價是19897 所以當實際的開盤價大於預估價 就代表在開盤的當下主力是偏多操作 原因很簡單 就是因為大部分的投資人 不會在開盤的時候進場 一定是要等到所有的指標開始動的時候 再來看一下決定自己的多空方向 只有主力跟大戶的會在開盤的時候 積極的進場建立部位 所以實際的開盤價高於預估價 就代表在開盤的時候 多單大於空單 才會把整個價格往上給拉伸 所以透過這種方式 我們就能夠知道 今天主力是偏多操作 我們再來看一下公布的時間 是在今天早上的8點40分 所以各位 我們的會員朋友 每天早上開盤前都會收到預估價 等到今天早上一開盤 去掌握主力是偏多操作 只不過今天下殺取量非常的積極 這個行情上下震盪非常的快速 所以今天主力在市場上 可以說是呼風喚雨 操縱了整個指數的波動 早上我們的多單 就在這一波拉回的過程裡面 少到我們的出場點 不過沒關係 我們做指數 老師有一句話 市場一直都在 行情天天都有 讓我們明天再接再厲 其實你只要掌握到好用的方法 其實勝率往往都能夠 比其他人來得更高 我們再來看到 今天這張圖 特別給大家要注意的是 這一張價量比重圖 非常的重要 為什麼 我們可以看到 老師框起來這個地方 是目前為止 整個三月台紫期 成交量最大的地方 那麼這個地方位置在哪裡 各位就在19950 也就是說在過去將近快要一個月的時間 成交量最大都聚集在這個地方 那麼今天最後尾盤 大家有沒有發現到 最後呢 這個什麼台積電 拉了將近6塊錢 這6塊錢等於大盤多少 快要50點 為什麼下要拉這個台積電 就是因為讓指數能夠越接近19950 所以今天收盤的位置 還是在整個成交大量區的附近 就表示呢 只要明天稍微一開高 各位不僅是指數創新高 甚至呢 連最大籌碼成交量的地方啊 也會形成下檔的一個支撐 所以今天尾盤的拉盤 拉抬啊 並不是沒有道理 因為它如果離這個重大的一個成交量 越遠的地方 那麼這個地方啊 就會形成 接下來反彈的一個 非常重大的壓力 所以大家明天一定要注意 只要行情越過這個成交大量區啊 整個籌碼轉變就變成對多方非常有利的狀況 那麼呢 我們再來看到 除了早上在9點07分 我們給的第一手報告之外 當9點20分左右 有越來越多的資訊進來 我還會整理一個更詳細的多關鍵 給會員朋友來做參考 我們看一下今天的開盤強勢掃描 第一個 在台紙下方具有19700的成交密集期 及月線的雙重支撐 那麼第二個 今天早上國際股市表現不弱 要留意量能及價差 容易有技術性的反彈 那麼第三個 美股漲跌互見 揮打走軟 科技股拉回 費城半導體 跌了2.5% 那麼第四個 早上觀望氣氛相當濃厚 期限或籌碼偏低啊 籌碼鬆動的情況之下 容易下殺取量 我們看一下結論的部分 今天早盤盤面結構 轉為空方有利的形態 伴隨成交量放大 短線能有下行空間 但是要特別留意啊 價差變化 容易有轉折的一個契機 各位投資朋友 如果在每天早上9點20分左右 你也能夠收到 我替會員所準備的這些資料 我相信 你就能在最短的時間裡面 充分掌握今天盤面上 所有的多空重點 包含了技術面 包含了籌碼面 包含全球股市的漲跌 通通都在裡面 比如像過去一樣 有多單的人只看利多 只看多頭老師的節目 每天都是買點 天天都是起漲點 也不一樣因為你手上有空單 就不斷地去放大一些利空的消息 如果你只是在找尋自己想要的資訊 你只是希望別人的想法是跟你一樣的 可是呢 這只是在找安慰 對實際的操作並沒有真正的幫助 想要當一個專業的操盤手 想要成為市場上的贏家 我建議你跟我一樣 每天同時吸收多空兩邊不同的資訊 這樣子你才能做出最準確 而且最客觀的判斷 從現在開始 不用自己辛辛苦苦的找資料 你只要動動你的手指 打開你的LINE加入我的ID 我的ID是小老鼠SS168 小老鼠SS168 只要加入我的LINE 就算你現在還不是我的會員 留下你的聯絡電話或是直接打電話進來 助理會來幫你做設定 早上的時間 就能跟會員同步接收到我的訊息 不管你是想做多也好 想放空也罷 只要了解到整個盤式結構 自然就能夠趨吉避凶 更重要的是 這些資訊完全免費 那麼也可以掃描上面的QR Code 來訂閱我的頻道 只要最新的解盤影片 最新的教學影片 都能夠得到第一手的推播 我們再來看到 買錯股票等於錯過行情 操作指數才能夠萬無一失 各位投資朋友 現在指數還在2萬點上下來做震盪 但是你會發現到最近這一段時間 有非常多熱門的指標股 還有一些小型股 其實走勢是相當相當的疲弱 已經連續跌了好多天好多天了 所以指數沒有拉回 但是很多人手上的股票 價值卻是不斷的在縮水 那麼即使老師跟大家講 行情還有上行的空間 因為在結算前夕 都還有機會見高點 可是呢 大家手上的股票 在這一段時間裡面 不漲反跌怎麼辦呢 這時候當然就是要做指數 因為做指數 只要每一天的行情 你只要能夠掌握到 都有機會把行情變鈔票 如果你現在手上 有一些股票還沒解套 我真的誠心建議投資朋友 拿出一部分的資金 跟著我來做指數 這時候你才能夠享受到 行情的一個變化 成就市場一流的口碑 永城國際頭部 擁有環山制度 頂尖一軟體設備 穩固投資準確性及時效性 用心對待每一位會員 提供精闢獨到的投資建議 我們是您永遠的依靠 我們是您投資的不二選擇 永城國際頭部 永城信專業創造績效 一通電話財富翻倍 一通電話希望無限 永城國際頭部 入會專線 02-2563-9777 02-2563-9777 想了解最新台股走勢 股市民市現階段手中的標股 您想知道的一切都在股動乾坤 我們再來看到 在道琼指數的部分 你可以發現啊 最近這幾天 仍然是持續的往上走 那麼整個多頭形態並沒有改變 尤其是 如果我們把上下的這個趨勢線 同時畫出來的話 它是一個很明顯的一個 上升軌道在這個地方 所以呢 在上升軌道沒有跌破之前 行情就是一漲難跌 即使短線拉回啊沒有跌破 很容易就出現反彈 所以老師才不斷的在節目裡面 提醒投資朋友 有在做美股做棋子的人啊 千千萬萬不要隨便去放空 因為整個形態沒有轉落之前 其實做空的優勢啊相當的低 我們再來看 除了道琼之外 納查克指數也是同樣有一個上升軌道 也是沿著月線還有上升軌道 不斷的往上來做前進 那麼另外我們再看到 S&P500指數這上升的形態更加的明顯 所以呢 還記不記得老師在過年前特別節目裡面 有特別提到一件事情 我說在聯準會還沒有正式決定降息之前 在美國股市過去這二十幾年來啊 往往在升息結束到下一次降息之前 都是漲多跌少 所以可以感受得到 我們過完年之後這一個月一個多月來啊 其實美國股市還是持續的往上走 所以大家不要去預設立場 那麼看完美國股市之外 我們來看一下中國股市 同樣的這裡也出現了一個上升軌道 所以呢技術形態很明顯的告訴我們 這兩大的經濟體 第一大第二大都一樣 整個股市的技術面 仍然是維持著一個盤間的格局 那麼呢我們再來看到 我們自己本身加權指數的部分 今天呢收了一個十字線 量能啊比昨天來的更低 但是呢整個位階還是處在一個高檔 這時候明天啊就要觀察一件事情 就是有沒有補量 如果沒有補量開高還是容易壓回 但如果補量而且呢 持續往上走的情況之下 行情仍然還有持續往上走的空間 我們再來看到台子期的部分 台子期現在呢月線來到19209 那麼除了月線持續往上之外 上次有三個跳空缺口仍然都沒有被回補 所以從技術面來講仍然是屬於多方控盤的一個盤間格局 那麼重點來了 行情到底上去的力道夠不夠 我們就要來觀察台子期未平倉量的變化 我們看到過去這段時間未平倉量 從75208昨天減少到74018 那麼今天呢 現貨成交量不大 但是台子未平倉量卻是繼續增加來到了75728 跟過去啊動輒八九萬口的未平倉量相較之下 現在的水位並不算高 但是如果以這段時間的變化來講 其實未平倉量並沒有出現大幅度的減少 就是加加減減其實表示市場上多空雙方 大家人人有希望但是個個都沒把握 所以大家流倉的這個口述啊 並沒有增加的非常大 但是呢從整個技術面來看 還有老師過去的經驗 在結算前夕啊 往往在前三天最慢 最早就是在禮拜五 最慢是在禮拜二 容易見到波段的高點 那麼以目前這態勢來看 恐怕會在下禮拜一或禮拜二 這個時間點大家要特別留意 但是整個盤間格局沒有改變的情況之下 或許會有修正三四天的這種情況 可是只要月線沒有跌破 隨時都還有可能出現反彈 那麼呢我們來看到各位投資朋友 這個很多人講到期貨講到棋子 都會覺得像什麼 像是洪水猛獸一樣 大家都覺得好可怕好可怕 但是呢為什麼還是有這麼多人 前撲後繼的進來 因為每個人都覺得自己才是那隻野獸 都希望吃掉別人 但是事實上真的有這麼簡單嗎 很多人都希望在這市場上能夠賺到錢 能夠找到克敵制勝的方法 可是往往你還沒有成為野獸之前 早就成為別人的嘴上肉了 所以最好的方式我認為 如果你不想要花太多的時間 花太多的學費 你要找到成功的人 學習他的方法 你就能快速的制勝 我們接下來看到 我們千里眼波段策略下來系統 是老師這20年來的實戰經驗 我把它轉化成將近100支的指標 而在這100支的指標 我會挑選出5支 最符合現在行情的策略 把它包裝成一個投資模組 為了就是要同時掌握 短線中線長線還有逆勢加碼的機會 如果你只有一支策略或兩支策略在跑 很多人買軟體回去 心裡面只有一支策略 最多是兩支策略 但是你會發現到有時候準 有時候不太準 為什麼 因為行情隨時在變 如果你只有單策略 很容易跟不上行情的變化 甚至一旦下車之後 你很難再上車 唯有多策略 才能夠掌握行情所有的改變 長期的績效也能夠更加的穩定 我們就來看一下 老師的千里眼波段策略下來系統 總共5支策略 每一支箭頭 紅色箭頭往上代表一支多單進場 綠色箭頭往下代表空單進場 從第一次進場 三月台指 我們是在2月23號8點45分 18993的時候進場做多 那麼前面這一段行情 都是屬於一個上下震盪的格局 一直到出現跳空之後 漲勢才更加的明顯 我們就來看一下 在多策略的情況之下 我們的一個操作的成績 那麼我們再來看到 先看這邊 可以發現 上次開高之後 我們在3月8號連續兩筆多單 把它平倉掉 但是呢 接下來在尾盤 3月12號 這個8點45分 10點53分 行情開始往上 再往上走的時候 連續又進了兩筆多單 那麼呢 在今天早上一開盤 各位 今天3月14號8點45分 一開盤在19990的地方 各位 19900更正 今天一開盤 系統就有偵測到 行情可能會拉回 所以呢 提前把一支多單給平倉掉 那麼呢 接下來尾盤 你可以看到 我們在尾盤 1點31分的時候 19925再把多單接回來 也許中間有產生一些價差 但是卻能夠規避掉 今天盤中 下跌150點的這種風險 所以呢 在過去這5天裡面 行情上下震盪 但是你可以發現 我們的進出啊 是非常的保守 而且往往能夠在高點 先把它獲利了結 那麼呢 在往上走的過程裡面 再把這個多單接回來 中間也許會產生一價差 但是卻能夠替會員朋友 規避掉行情大跌的這個風險 這才是一個好的策略 我們去來看一下 在7個交易日啊 前面這個地方 總共只有多少 正166點 在第8個交易日 已經來到524點的價差囉 那麼在第9個交易日 已經增加來到860點 在第10個交易日 已經來到1492點 第11個交易日 已經來到2124點 那麼第13個交易日 來到2718點 今天是第15個交易日 雖然行情上下震盪 我們還是有2610點 如果大台子來操作的話 超過新台幣52萬 就算用小台的話 也有新台幣13萬 在短短的15個交易日 所以呢 市場上很多股票老師在講股票 他講的都是會長的股票 都是當天漂亮的股票 但不見得是自己手上的股票 而邱老師所講的都是會員實際的操作 這就是邱老師跟其他股票老師 最大的一個差別 那麼我們來回顧一下 在過去下半年的時候 其實行情上下震盪 3個月獲利 3個月虧損 還是有創造了1064點 那麼去年上半年整年下來呢 各位 總共上半年加下半年 總共是創造了8756點 大台子超過新台幣170萬 小台子的話也可以 所以我們都會按照所有的投資人手上的資金來做規劃 那麼最需要波段策略的三種人 第一種沒有辦法天天盯盤 第二種想要賺取大波段 第三種沒有辦法克服人性 接下來選標股真的是很困難 但是做指數其實有非常大的空間 有興趣的朋友 現在就趕快加入我們的行列 那麼再來我們來看一下A50的部分 今天A50呢 我們是在9點34分12175的地方進場做多 我特別強調一次 我們的試加單一天只會出手一趟 你所看到的都是會員當天唯一的一次進場 絕對沒有第二趟也沒有第三趟 那麼呢 每個會員進場的點位保證都一樣 今天短短的你可以看到 短短大概不到20分鐘的時間 一口單就有70點的價差 用10口A50就有500點 10口A50保證金還不到新台幣25萬 今天20分鐘之內你就能夠賺到500點 那麼呢這是今天早上的call訊 早上9點02分我們都是事前預告 今天呢漲到12175突破的時候 我們就要進場做多 9點02分預告你可以看到 今天是什麼時候進場 今天是9點34分才進場 也就是我們的事前預告 你不需要盯盤 你只要看得懂中文把這個點位掛上去 自然就能夠行情來了 自然就能夠成交 所以連盯盤都不用盯 那麼我們再看一下 在昨天呢同樣的 這個地方呢也是一樣 一次進場試加單 短短半個小時 一口單是81點 再來3月12號同樣的 在這個地方9點05分進場 這個地方也是半個小時 一口單也是有60點的價差 3月11號各位可以看到 這邊也是半個小時 我們在什麼時候進場9點26分 一口單有90點的價差 那麼甚至呢3月8號 10點14分進場 各位11910的地方 這邊呢一口單也有61點的價差 所以呢我們的試加單 一天只出手一趟 你可以算一下 至少已經連續很多天啊 都能夠輕鬆的獲利達標 當中天堂A50一次試口效果顯著 一天一趟控制風險 跟著我操作一次試口單 保證金不到信貸幣30萬 一天只做一趟 嚴格控制風險 絕對不流倉 絕對不要單 沒有跳空補保證金的問題 想要當贏家 就要找專家 股票跟棋子是兩種 完全不同特性的商品 所以如果你找股票做指數的話 我相信這個困難度是非常的高 那行情來的時候 大家都在看股票 誰會來照顧你的指數單呢 所以呢最好的方式 就是找真正的期貨專家 行情必要萬千決勝 就在彈指之間 讓我用最專的方式 帶你成為市場上的贏家 市場一直都在 行情天天都有 只要保持對交易的熱情 找對老師用對方法 明天你就是贏家 最後老師祝大家 天天做期貨天天有收穫 我們下次見 我們下次見